大家好,我是大营 花椒是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调味品 它可以炖肉,炖菜,但是有一点大家都忽略了 那就是把花椒调成花椒水 它的用处非常的广泛 下面开始操作 盘中准备30克的花椒 再加入两个八角 八角具有很强的去腥增香的效果 准备一块生姜,切成薄片 姜片也具有增香的效果 切好以后放入盘中 接下来把花椒转移到大碗中 把里面加入适量的清水 然后把花椒清洗一下 清洗掉花椒表面的灰尘和杂质 我们在选择花椒的时候 要选择这种颗粒饱满,颜色红润的花椒 这样去腥效果会更好 味道也更加的浓郁 花椒清洗干净以后把它过滤一下 接下来把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 倒入洗干净的花椒 水和花椒的比例是1比20 加入切好的姜片 开大火把水烧开 水烧开以后再转小火煮2分钟 熬花椒水的时候 切记不要往里面加入大葱 这样熬出来的花椒水味道会有点怪怪的 我们平时在家炒菜总是感觉没有饭店的香 那是因为饭店里的大厨都是加入了这种水 花椒水具有很强的去腥增香的效果 在我们家庭炒菜的时候是很少有人用到的 所以今天这个花椒水学会以后肯定会使你的厨艺大增 时间到了以后可以看到花椒已经吸饱了很多水分 现在变得胖胖的 下面把熬好的花椒水取出来 出锅以后过滤到大碗中 过滤出来的花椒粒也不要扔掉 可以将它放在锅中反复的熬制3-4次 香味依旧浓郁 也可以把过滤出来的花椒用来炖菜炖肉 味道也是非常的香 这样熬制出来的花椒水用途也是非常的广泛 像我们北方的炒饼焖饼调肉馅都可以用得到 花椒水的用途真的非常的广泛 做出来的饭菜味道也是非常的香 这样熬制出来的花椒水还有一个非常实用的小面招 就是在我们关节处疼痛的时候擦少许的花椒水有很好的效果 可以很好的缓解疼痛 熬制出来的花椒水无论是用来蒸包子包饺子 调肉馅炖菜都是非常的香 喜欢的朋友可以在家试一下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关注转发 我们下期见